利用外骨骼系统让患者进行肢体关节活动训练 这次获得台北生技奖跨越合作奖同奖的辅导科技所推出的关节活动训练机器人 透过轻量专业训练模式及可视化回馈协助患者复健 我们辅导科技是全台湾第一家在智力做从研发到生产制造还有销售的外骨骼机器人公司 那我们这个技术是数据导向的外骨骼机器人系统 这一台小小的主机就可以协助患者进行他的动作力量评估 然后给予正确的训练 那透过这样系统性而且是数据化的训练 可以协助我们像是骨骼术后或者是神经损伤的患者进行复健 让他们恢复肌力还有让关节的活动度更好 在台北市长蒋万安亲自揭晓下 2024台北生计奖五大奖项及今年新增的特别奖 台北生计之星获奖企业一一出炉 蒋万安表示台北市具有生意产业发展所需要的高端人才 创新研发及资金融通等关键条件 欢迎所有生计企业来台北设立据点 一起成为生计台北最强战队 我想在全球蓬勃发展的生计产业之下 大家可以看到每一年我们生计产业带来全球的产值相当的高 2022年就有将近1.3兆美元 那预计在接下来到2028会来到2.4兆美元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潜力 而且持续蓬勃发展的产业 在台北市我们有时间理学中心 有21家生计相关的育成加速器 我们也有30所生意相关的大学以及研究机构 所以我们有丰沛的人才 充裕的资金 也有相关研究发展的量能 所以我们是大力的来支持并且推动生计产业 那另一方面台北市我们目前总共大约有580家生计产业 那每一年所创造的产值 大家一定想不到有2700亿 2700亿 那另一方面我们产业局相关的讲补助计划对于生计产业的投入 我们累计也投资170个生计产业的计划 那总投资金额也都超过了2亿 所以种种这些我们会持续的协助生计产业 特别不管是跟研究机构 学校以及和产业端这边嫁接 我们都会全力的来协助 讲完更以日前参访美国生计产业重镇波士顿的经验 希望台北市政府能作为桥梁 带领优秀生计团队到国际进行交流 进一步协助生计产业不见全球 大家知道波士顿在生计产业的发展 目前是居于全球领先的地位 而且它是目前汇聚最多生计产业的聚落 都在波士顿这整个大城市周边 当然它得力在很多包括大的药厂都设在这里 所以包括我跟吴市长 包括跟他的团队 包括他们相对应的产业发展局 我们都谈到很具体 未来带领我们台北优秀的生计团队 到波士顿 跟他们有具体的交流合作 迈入第21届的台北生计奖 到目前为止已经吸引超过1600件 机优产品技术参赛 并选拔出273件得奖产品 颁发总奖金超过1亿元 台北市参业犯局期盼 持续鼓励企业及学术研究单位 投入产品开发及技转合作 共同开拓全球生计市场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